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登錄的部分應該大家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那我知道目前大家那個什麼 信箱的部分好像是還沒有開始啟用 所以還是就是 以學校的那個伺服器來收信為主 但是可能日後 就老師就有機會用到 那我們先看 您如果登錄了之後 像我這邊用領東的 所以學校應該這邊logo也會幫你改變一下 反正登錄的位置都是跟google一樣 只是你要打完整的什麼 信箱的那個小老鼠後面那個網民名稱 你要打進去就可以 那如果說您想要看看 到底google對你好不好 你就來這邊滑過這裡 你看我用到142G了有沒有 平常大部分如果您是用自己的信箱 這裡顯示的不是說你用多少 而是剩多少 有時候看到那個百分比就會覺得 快點快點買不夠 你的急迫性會比較高一點 在這裡不是 它只告訴你用多少而已 那你可以在這邊就看到 那你從右上角這裡有個齒輪 你看到這個設定 它就會告訴你說 欸你看你現在的這個有沒有 儲存空間在這裡 然後呢我看一下詳細資訊 應該是這個 詳細資訊裡面 好 這樣有沒有看到無限量儲存空間 所以真的不要客氣 好真的不要客氣 像我剛剛有跟老師提過 就是其實我現在的話呢 就是跟學校那邊比較有關的 或是延期有關的 我就通通放在這裡 像我平常上課我都會做錄影 都會放在這邊 比如說像上這個白天的 那因為其實我錄的影片不會太大 一般來講 整個延期下來的話 整個延期下來大概是 就是 以兩到三小時來講 差不多都是大概兩百多MB而已 老師應該現在兩百多MB 你要帶隨身碟 帶走應該不會太難 對吧 你看像這樣 那我可能點到 比如說我們第十二節課的 他同學回去 這個我是有公布的 不是自己珍藏 自己珍藏沒有什麼太大意義 我會把公布在上面 公布在上面 那這樣的話呢 同學哪個地方不太會等 他就點進去就直接看了 回家就直接看